你们女人太物质了吧 彩礼竟然要六万 物质 我是给你要豪车还是豪宅了 一抬到钱就物质是吧 难道不是吗 现在都提上不要彩礼 好 彩礼我不要了 我们家在到处二十万的嫁妆 房子呢我也有 到时候结婚了 你就搬过来 咱们一起住 名字也可以夹你的 车子呢 买不起太贵的 二十万的车 你开可以吗 真的假的 真的呀 宝宝 你太善良人意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别说一个条件了 今天就算是十个条件 一百个条件 我都答应你 孩子跟我姓 婚后呢 我爸妈跟我一起住 什么 我堂堂七尺难尔 你让我孩子跟你姓 那我岂不是对不起我祖宗 还有 你让你爸妈过来住 那我爸妈住哪 孩子是咱俩的 怎么跟我姓 就对不起你祖宗了呢 还有啊 咱们婚后 我去外面上麦正前 你在家呀 就负责好后勤工作 饭你做 衣服你洗 照顾好我爸妈 照顾好孩子 你可不能有半点怨言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啊对了 还有呢 我平时工作忙 压力大 你得体谅我 别无理取闹我 还有 我平时应酬也多 你不可以电话连环的抠 从我回家 我每天下班后 你必须把饭菜准备好 等我回家 还有早上不可以睡懒觉 要早起做家务 做早餐 带小孩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我怎么能做那么多事情呢 我又不会做饭带小孩 学呀 谁天生会这些东西 你不光的学会 还得做好 符合大家的心意 逢年过节呀 必须得在我家过 还有啊 千万不能跟我父母顶嘴 毕竟 他们养我这么大不容易 百善孝为先嘛 你想的倒挺好 你这不就蠢蠢找了个免费劳动力吗 那我什么都干了 你干什么 哪能啊 我得养你养家呀 得出去努力赚钱 很辛苦的 你得体谅我 理解我 再说了 你不就是在家 做做饭 做做家务 带带孩子吗 这么轻松的活 让你在家享福 你还不乐意了 轻松 享福 哎呀我的天 我下班辈子 要是这么过 这么活着的话 那我的人生意义 还有什么价值呀 再说了 我是这么做 我还不如自己去打工呢 哎 我一个月给你零花钱的 又不是不给 一个月给你三千怎么样 够多了吧 你开玩笑的 一个月三千的生活费 那哪够啊 这还少呀 你就不能省着点花 我赚钱很辛苦的 就偷着浪费 这都让你省了很多麻烦了 你没有生理器 不用受还贪十月的苦 不用长 五开十指 偷富七成生孩子的痛 这还不满足吗 我 怎么 害怕了 这说来也奇怪 你说我用你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你 怎么 你还接受不了了 女人还物质吗 你们嘴里的这个物质 不就是想遮掩自己经济的穷迫 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们自己能力不行 为什么要给女人扣个帽子呀 你也太现实了吧 我们不是因为爱情才在一起的吧 那你爱我吗 爱呀 很爱 特别爱 那你愿意在你家房产这个上加上我的名字吗 愿意为了我把我爸妈接过来 咱们一起住吗 不不不 我不愿意 哎呀 你们男人呀 真现实 比女人更现实 我要记住你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